以下来就是今天的专题分享 题目就是在数码浪潮之下 整个职场走势和数码技能 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分享 第一位就是Ada 他就是Microsoft的香港企业及公益事务部总监 另一位就是Linkin香港公共事业部的负责人Ivan 现在有请两位 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Lam Skilling Forum 今天这个环节就是由我Ada for Microsoft 和Linkin的Ivan 我们两个兄弟公司 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工作市场的trend 和有什么技术我们香港的雇主是很需要的呢 希望给大家一些 insight 各位朋友仔 你们可以upskill自己 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 先来讲一下Microsoft mission 我们要协助地球上每一个人 每一个机构成就更多 那Linkin的mission又是怎样 首先多谢Ada今天邀请我来 这个项目由我来说就完全正确了 因为我们作为全球最大的招聘平台 我们最希望做到的事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份理想的工作 反而我有点好奇就是 Microsoft 你们作为一个软件公司 帮很多公司做数码转型 其实upskilling又跟你们有什么事 首先讲upskilling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包括upskilling到我们的客户 upskilling到学校 upskilling到政府 学生等等 其实一直都做开的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市场 有个大型的转变 首先讲一下现在最重要的 大家应该都没人不知了 就是整个Covid 令到整个国际有一个经济危险 其实我看到很多不好的事发生 但是我先讲好的东西 我看到很多公司的数码转型 就是数码转型 是加快了很多 以前可能要两三年 现在他们用两三个月就转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公司要数码转型 它才可以将同事 可以work from home 做到一些东西 它亦都需要数码转型 才可以有online business 才可以有shopping experience 所以我们看到全球数码转型 走得很快 但是也有很多不好的事发生 例如很多公司裁员 他们做不住了 裁员 但是裁出来的朋友 他们其实很多get loss 他们的loss 就是刚才你也听到 这么多公司数码转型 就是说他们要的工种 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数码skill 但是被裁出来的朋友 其实未必能够备到那些skill yet 他们经常都很担心 其实我应该是走哪一行呢 转型转去哪个feel 即使他肯定了一个feel 我想做市场 但是他又不知道 他有什么skill set 自己是需要去equip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全部都是现在是 方间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所以Microsoft 就联同linkin 和github 我们就推出了 Golbo Skilling Initiative 就是去帮全球 2500万的朋友 去upskill 和帮他找工作 其实整个过程 我们都希望去支持 一个pros-covid的recovery 尽快帮到大家 去释认现在一个新的工种市场 很开心 我也是一部分 这个project 很感谢Microsoft 去提供很多资源 其实作为linkedin 我们作为全球的最大招聘平台 我们发现了很多 不同的画面 关于这个球职市场 其实刚才Ada 你提到的很多东西 都在我们的数据里面 可以看到 或者今天也可以给大家 一些数据 包括你刚才说到的 可能某些行业 其实他们因为要经历这个数码转型 在他们的招聘需求上 其实跟以前变得很不一样 而我们看到的 其实一些数码技巧的需求 在过去一年 是大大提升了 无论是一个世界的层面 或者是香港的层面 那或者我宏观一点 给大家一些图片 关于全世界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很近期推出一个Jobs Report 就是Jobs Report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0 其实他们指出 我想这个数据大家都不会很惊讶 因为我们也说了很多次 就是在拜五年之后 拜2025 其实有超过50%的公众 是会被机器取代的 大家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不知道会不会很担心 但我自己就绝对觉得 很兴奋 很兴奋 因为正正就是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把握机会 去创造自己的就业机会 可能我们以前 做一些自己 不太喜欢的行业 或者公众 正正就是这段时间 有很多新公众 产生的时候 你可以说竞争其实减低了 因为懂得这些技术的人 其实相对不太多 你怎样去掌握这段时间 去上升自己 而得到这些工作 是我们很希望大家可以做到的事情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 这份报告里面指出 在五年之内 其实有超过8500万份工 是会被逃避的 但刚才说过 不需要担心 因为同时 他们亦希望 有超过9700万份工种 是会产生的 是新的 没错 作为现在 无论你是正在工作 或者是有一份工作 或者你快要毕业 或者你是很不幸地 失业的 代业的 其实都是很有需要 去参观这些数据 因为 你去参考这些数据的期间 才会确定 到底你那份工作 在五年之内 会不会被人replace 而你需要学习新的技巧 我们看到很多新型的 有increasing demand 需求上升的工种 都像刚才Ada 来说 十分的数码相关 可能有关于big data AI Data 相关的东西 亦有很多是关于 digital marketing process automation 之类 详细的列表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参考这份报告 这些都是我们 如何教人工智能 去讨论一些数据 这些全部都是人做的 没错 Ada说得很对 因为其实作为一个人 在一个机器的年代 你的工作是什么呢 其实你就是去控制 或者懂得去控制 这些机器 老实说 其实这个世界 经历过很多次转型 以前有很多次 的industrialization 的时候 我们成功生存 成功继续有工作 是为什么呢 可能以前很多人类的工作 由一些机器去取代 可能一些生产类型 我们成功去控制 这些生产的机器 继续继续我们的工作 其实以后也是一样 很多电脑 会为我们处理很多工作 而我们的工作 就是去控制着这些电脑 去观察着这些电脑 去观察着这些电脑 但是呢 另一个很重要的indicator 由世界经济论坛指出的就是 他们的观察里面 觉得现在 这个劳动人口里面 可能包括你和我 其实有机会在五年之后 都 catch up 不到的 也都有超过94%的 business leader 觉得他们的employee 是需要在这段时间 去找出一些新的技巧 如果不是有机会 他们会考虑 请过一些新的人 来取代你和我 那Ivan 你说了这么多 都是World Economic Program 的数据 虽然都很更新 我记得是上个月左右 那不如说一下香港的 有什么数据给到香港的市民 当然了 我希望带出一个big picture 给大家的同事 也希望给大家看到一些 local的scenario 因为始终我们作为香港人 都希望接到一些香港的公众 那其实这个数据 我们在COVID 在这个肺炎期间 和之后 继续去 monitor 整个劳动市场的改变 而去制作出来 那我们见到 其实今次的COVID 其实是 去accelerate了全球的 一个数码化的状况 而我们自己的focus 估计 五年之内 by 2025 其实这个世界 会出现超过 一亿五千万份新工种 那很多工种 exactly 就像Ada刚才开始开场 那样说 是配合数码转型 产生的工种 很多可能关于 Software Development Cloud Data Data Analysis Cyber Security Privacy Trust 这一类型的角色 是逐渐地的需求提高的 很难请人 Exactly 正正就说中了我来要的slide 其实很难请人 全世界 当然我不可以说全世界都很难请 可能有些地方会比较容易 但是确实在香港 我们跟很多的雇主去接触 接触很多这些数据 发现其实香港是这方面的人才 供应 是远远追不上它的需求 其实之前 COVID已经追不上 现在经历了这个 pandemic的改变之后 我们发现 那个gap是越来越大 螢幕上面会看到的 一些数据 就是最新去更新 关于我们的工种上的 supply and demand 的difference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特别圈住的那几个 就是 需求很高 而供应很低 包括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I 这些都是我们希望 鼓励多些香港人 去了解这些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鼓励他们去学习 不是真的要你成为一个专才 因为 这个世界需要的专才未必很多 但是需要去了解 这些概念 这些methodology 的人 其实是很多的 正正我们也有见到 香港locally wise 其实对于这些需求 对于这些工种的需求 是across每一个industry 都是提高了很多 你不会只是一些 技术公司 好像Microsoft 和Linkedin 去聘用很多 是一些传统的行业 其实对于这些角色 或者这些功能的需求 也都提高了 我看到秘书 或者customer service receptionist 这些其实都需要 确定的digital skills 是的 好像刚才Ada 你这么说 我们进行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好像我自己上班为例 我今时今日用的 上班用的software 或者用的一些平台 和我一年前用的 其实完全不一样 当中一定会涉及到我刚才所说的 那些fundamentals 嗯 我们不是说 我们公司秘书 现在都不光是outlook 约会 因为outlook 已经帮他做到所有东西 里面有AI功能 现在他是帮老板 设备PowerPoint 用Excel去做分析 等等 所以秘书都要学 digital skills 每个工种的改变都很大 因为我知道Ada 你自己是读 psychology出身 社会科学 刚才听到我说这些数据的时候 有没有滚了鸡 觉得可能自己很快都会被取代 我们滚鸡是有的 但是我们要well equipped自己 常常都说的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那我想起 Ivan刚才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想起 我做了这么多年 其实往往 十年八年前 公司是会给训练我的 即是说Ada 每个月我就训练你去某个机构 上三个小时的某个训练 但到现在 就像Microsoft香港那样 每个礼拜 他会训练我们半天 不准开会 那半天 就是我们自己去找训练去上 当然 我们这些是找online training 快靓靓的 自己时间 所以我们就可以 学到自己 interest的东西 又可以 equip到自己 公司也是好处 公司可以有个同事 而可以不断去更新自己的技术 所以这个也是现在的trend 我相信传统的资源 真的很集中在大公司 你家公司越大 你的training resources 就会越多 其实令到资源的不平等化 是很大 其实在资源平等化 这个层面上 Microsoft作为全球 可能其中一家最大的 technology company 扮演了些什么角色 特别可能跟今次的pandemic 嗯 其实呢 刚才我想跟大家说 我每个礼拜那半天 上的课 其实全部都是不用钱的 全部都是可以在online 找到很多的资源 所以这个 我要介绍 我们这个合作的 其中最 key 就是这个平台 就叫opportunity.linkin.com 那里面呢 就是一个one stop 给大家一个upskill 和找工作的平台 那里面其实有些什么 element 首先呢 就有很强的linkin 的数据 linkin有7亿2千万 的数据 在全球 那里面有很多 究竟那些雇主需要什么工种 究竟哪些是最渴求的工种 究竟那些jobseeker 的skill set 差些什么 香港有什么skill set 是不够人快的 所以他们有这些data 所以第一样呢 就是左上角了 我们有数据 去给到那些jobseeker 看到那个market 需要些什么 而你自己的interest 什么 从而你找到自己的career path 第二 就是整个platform 里面有很多的skilling resources 只是microsoft learn 里面有2千个courses 全部都是我们和linkin linkin那边就由钱入心 然后microsoft 就有更专业的technology training 给大家自己免费的学习平台 自己用自己的时间去学习 然后到第三 就是certification 我们其实都很鼓励这个certification culture 在香港的 因为譬如我跟你说 我认识AI 认识Data 你知道我microsoft做 你会相信我 但如果不是 现在的degree holder 都没有那么快 有那么多的degree holder 那究竟 怎样才知道你认识的东西 我们其实 顾主就是看cert 所以certification 我们在这个疫情下 其实microsoft的cert 我们都是一个certification discount 15块美金 大家可以用 老实说真的很吸引 因为我自己 即使读一些quantitative的题目 出身 老实说我大学时候 留学的东西 和现在要学习 或者工作上应用的东西 其实已经相差很远 所以我自己也有好好地掌握这些资源 使自己可以保持 这个劳动市场 不会成为那8500万人的其中一份子 所以刚才说 我们三家公司 用我们的强项 一起合作这个平台 去帮到大家 希望帮到Jobseeker 也好 或者是你现时在职也好 去升职自己 去迎接未来的将来 去迎接未来的将来 刚才说 整个平台 我们是抽了10个in-demand工作 这些全部靠Linking的数据 全球最难请人的职业 这里我最喜欢Data Analyst Data Analyst 你现在周围听到公司 都说 如何用Data去做分析 拿到Inside 去找到更多的客户 所以里面 他们是很渴求Data Analyst 这些业务 我们请人都请得很辛苦 所以这里是每一个 的SATA 你进去 会有一连串的 LinkedIn Learning 的Training 加Microsoft的Training 从而再拿到那张Certification 这样的话 你拿到之后 你就会充满子弹 虽然我自己 不是一个Data Analyst 或者现在的工作 和Data的相关程度 不是每天都要接触 其实在这个Course 里面 这个Learning Path 我自己都选了几个 因为其实一 没什么工作 不需要接触Data 无论是你去做一些Presentation 去了解一些市场状况的时候 其实都要接触数字 我传统以前教大学 学的就可能是很Excel的方式 很Manual 因为Excel 依然很有用 但也有很多 online的Tools 其实现在可以使用 我自己都选了几个来学 尤其是有个Tips 真的Data Visualization很重要 你让老板看 老板不喜欢看Detail 他喜欢看一些 Visualization 给他Inside的东西 那里面有很多Information 我看了 我发觉很有用 因为老实说 每个人时间都很少 特别是老板 你怎样很precisely 去Present到一些东西 那真的要透过数据 我相信 那除了这个10个In-Demand Cost之外 刚才都说了 Certification 是现在坊间 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文化 所以 譬如一个CV里面 现在其实很少人会说 想要什么Cert 想要什么Digital Skill 但是今早我们 Colly 我们GM都说了 其实现在Digital Skill 会等于Language Skill 那变成了 我希望大家 你的CV 你写你懂什么 包括你懂中文 英文 普通话之外 你还说了 你考虑了多少张Cert 你懂得什么Digital Skill 这个绝对是 我可以重复的 因为作为一个 经营全球最大的招聘平台公司 我们看到很多人 他们现在在自己Language 那个Column 因为他们会 放他们Digital的CV上来 都会 包括他们 到底懂些 Programming Language 加上 Proficiency Level 到底你是Advanced Beginner 各方面的东西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 因为很多的HR 或者职员 他们在背后 去搜索技能的时候 都会透过这些标题 去找一些他们想找的人 正正就是 如果你不学这些东西 不放这些东西 不告诉别人 你懂这些东西 其实很难 会找到一些很好的工作 我相信在这个年代 太好了 如果有这个文化 不用我们很努力地推 因为大家已经懂得 如何把自己 建立得更高的 比较高的 我相信已经是你们 很努力地推 所以才显示了这件事 然后还有Github Github Github也是我们 另一个轻基地公司 他们很努力 就是帮助一些 建议者 在一个交易的环境下 如何互相去学习 去放一些program open source 等等去帮助大家 我相信 Ada跟我今天 短短地 可能十几分钟里 分享了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最希望做到 无论是Microsoft 或者Linkedin 都是希望香港人 可以知道自己 需要学些什么 透过我们的数据 去了解到 关于劳动市场的改变 从而去掌握到 从而去掌握到 到底在哪一方面 自己会有兴趣 然后我们再 建立了一些资源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 这些资源 去学习到自己想学习到的东西 无论你是上班 你是代业 你一个学生 我们希望这些资源 都可以 遇到你的学生 然后我们作为 一个全球最大的招并平台 学了之后 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 运用我们的资源 去学习一些 可能是interview skills 各方面的东西 然后再在我们平台上 找到工作 那就真是完美了 不如Ivan 你就准备一下 整个我们的Skilling Initiative 的one-stop-shop 去学习和职业 当然 其实好像刚才Ada 也有说 我们这个Skilling Initiative 最希望是 让大家了解到市场 然后可以在这里 再了解 不同行业 不同工种 你对哪些东西有兴趣 然后就用我们 建立了的LinkedIn Learning 和Microsoft Learning 的资源 去学到 然后拿到设计 提高自己的职业 再透过这个平台 去找到自己想找的工作 其实都真是win-win 你知道我们 作为一间 透过招聘去生存的公司 我们都很希望 我们的用户 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因为如果我们的 顾客也是一些雇主 找不到 他就不会用我们 所以都真是很需要 各位的香港人 有心去学习的人 其实真是配合这件事 去好好学习 令到整个劳动市场 都可以有一个 更加蓬勃的现象 所以我们今次这个program 我特别是讲香港 我们的target 是25万的失业者 希望真是用这个平台 可以帮到大家 去自己 找工作 自己upskill 自己找工作 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所以在结束 很多谢Ivan 和我们一起做这个分享 那么多位观众 希望你们都可以 kick start 你的learning journey 从而找到你理想的工作 是的 多谢Ada 我希望大家都会得到的 就是learning 在一个lifelong journey 多谢大家 Thank you 拜拜